那個 因為它這邊就立兩隨的解釋說 座跟無座戒體為什麼是 就是它立這兩種的那個原由是什麼 那它接下來就白色的三角形這裡就講 試抄的內容呢繼續說到 它說若單立座 座修卸網不能防飛又不可常座 哦 就是就是試抄講到說 因為它只單立那個座戒體的話呢 這個座 它這個修卸不太確定是什麼意思 但是它大意是指說 就是它不能夠常 就是 座是指那個一開始的生理 拜口請示 就是那個 我們一開始的那種心事 然後 它說不能就 呃 長期的 長期的去做 讓我們能夠真的防飛之二 所以必須要生起 必須要生起那個內心那種 無座戒體 就是我們的心能夠真心的要在 就是能夠真的有感發那個戒體 然後 生起無座戒體之後 能夠幫助我們的心能夠真的 長時間呢 長時間呢 去防飛之二 那但是 反過來又說 再另外一個假設就是 如果只有立無座戒體的話 那但是因為一開始沒有座戒體的發起呢 那它的開頭呢 是沒有 就是它沒有那個 發起的它的那個源頭 所以是不可能單獨發起的 要 還是要依靠那個 座戒體去產生 所以它們 座戒體跟無座戒體這兩種法 是互相 就是互相憑戒起來的 然後是不得獨立一種 那所以 座詞詞詞裡面又有講到說 初達福利一種 須明先 須無座 呃 座須無座 就是一開始 達福利無 不單獨立一個 是因為 呃 需要先表明 座戒體跟 就是需要 呃 座跟無座戒體 它是兩個互相需要 那座修不防者是 因為座戒體 它那個短應該是指說 就是時間發起 那個張開始比較 就是時間 沒有像座戒體 無座戒體延續的這麼長 然後 不可常作者 心或移用故事